这怎么没有青人头呢 就人家好像不太开心呢 因为点啥 说出来让大伙开心开心 别闹 我觉得不开心 你怎么还聊什么 我主要不是 就是有点担心吗 担心 害怕吗 害怕 你怕的啥呀 害怕就忧虑嘛 那你为啥忧虑 我就是也是为节目操心 怕接个嘉宾成不了嘛 要投入了嘛 哦 那你要这么一说呀 我心里又谱了 估计今天来乡亲的嘉宾 肯定是个女生 不你这不怎么就 我啥时候那个过呢 害男女的 啥时候有个别呀 那你非得让我把话说得那么直白吗 咱们节目开播多长时间了 哪期的男嘉宾让你上心了 让你动脑了 哪个我没说 哪个男嘉宾来了 我清思叨叨了 我还不上心 你绞尽脑直去想用什么词 去说人家是不是啊 那不也就是上心吗 对啊 我发现你的生活当中也是 所有的男生都是你好兄弟 爱咋里咋的 所有的女生呢 那都是你老妹 咋的都爱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就把话放着啊 如果今天来乡亲的嘉宾 不是个女生 你以后露药节目 我头上下我孤里出去 你非孤里不可 黑水龙子你这边 小鸿满大鸿满 现在担事别了 不是 原来的老家 黑水 那个 什么四合 西部长的 相亲女主角杨阳 一九九五年出生 二十六岁 一百六十六厘米 来自陶南 未婚 大学本科学历 在当地电视台做编辑工作 约收入两千五百元 相亲男嘉宾 薛健一九九七年出生 二十四岁 一百六十二厘米 来自陶南 未婚 初中学历 汽车厂维修技师 约收入五千元 九七年 今天二十三呗 二十三 熟了几年了 五年 能不能留在农村呢 我帮我忙说在家农村中毕 我要说在家农村 在农村二十三 相对来说就不小了 是不是 再过两年可能就是 就大力不难扔了是吧 有点危险 危险了是吧 对 现在我妈就是有点比较糟糕 那没给农村给你介绍啥的 相亲什么的 没有 就是我刚回头了那么一年 之前展开地理 有给介绍的当时都是我在家的时候 四八九的时候就给介绍的 但是那时候我还会想 那时候四八九的时候就想 出这些学手为了 然后我心里 你这学手为了 你不得先以学为 然后谁找谁介绍 我也不干是不是 对 但现在你妈没说 二十大出对象呢 你没出对象 我现在偷人给你介绍了 现在我妈这话就是 当年给你介绍的没干 也别走价 就是你自己 是人家把你耽误了 还是你把人家耽误了 我自己帮我自己 三十大 二十三还小是不是 人九五的都没着急呢 是吧 但是九五的 今年二十二十五是不是 那你爸妈不着急吗 不着急 那你爸妈真挺开明的 怎么办 是不是觉得自己 我自己姑娘特别有救 然后长得还好看 长我 那她自己都在哪 身边就是这种女 八二十二年纪的 基本上都单身了 就一会一会也没说过 说闺女啊 咱有合适的 差不多人就找一个吧 这不是太着急的 但是谈不谈恋爱呀 没有 一直都不谈恋爱呀 那倒没有 就是没碰到合适的呗 那你想找成了没有 没有太大的那个局限 没有太大调校框框那些 总体就是条件 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呗 那你工作也挺好的 就最跟前 然后你身边是没有男孩子追你 嗯 也有 但是感觉还是不太合适 嗯 不太合适指的哪方面不太合适 嗯 平时就是听那个介绍的 呃 说完之后 就是觉得某些条件什么的 也不太合适 比如说什么 呃 身高了 家庭环境了 工作了 那你身高的要求多高的呀 我找的那也得一米八呀 一米八 嗯 一米七五以上吧 就是降了点 一米七五 嗯 嗯 嗯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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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七五 个头你觉得 那个东西那重要吗 不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 在你没找到那个合适的人的时候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还是必须要干 咱们大桌 嗯 我就说是个姑娘吧 我都把你看得透透透透的了 看啥 透你根本你就 你就 不了解我 你把我看浅了 你知不知道 那你说你有多深 有两米来深呢 两米 差不多吧 就是你就 你就把我看浅看扁了 是 我对今天这这姑娘有点格外关注 嗯 但是不是在于这性别男女的事 关键在于这职业 你知不知道 都是同行吗 嗯 干电视的吗 对 你就想啊 干电视的女的哪有一个好 就是 就是有有有时间的 不都忙吗 对 对 你就像咱们过年之前的忙咋样 赶过节目 就跟着热锅上的蚂蚁 就囤囤囤 是不是啊 有句话不说的好吗 什么地球不爆炸 我们不放假 对 地球不重启 我们不休息 是 在电视台啊 女人都当男人是 男人都当身购是 那对呗 人家好不容易 挤出点工夫来说说来找个对象 嗯 那我不得给安排 立立凉凉的 所以我就担心这个 你这么一说吧 对于你的态度呢 我是理解的 是不是 但是我还没整名为一件事啊 大叔 怎么这件 人家姑娘要求明明八八说了 要找一米八的 完了你崩下 拎出来一个一米六二的 你是不是数吗 那这差距这么大 你就往一块儿掏合 差多么 18厘 你咱想差多少 但是万一还涨呢 那是次要的 我也不是不明白这姑娘啥条件 明明要一米八 我还可办一米六二的给领出来 那说明啥 说明啥 一米六二的小伙估计说必有过人之处 但是咱们淘南有房子有房子吗 有 有房子也买房子了 那还是挺好的 你现在一院能挣多少钱 五千 你在第二年能挣多少钱 两千多 两千多 是一个汽车修理工事是不是 对 但是很勤奋 能去沈阳去进修 我能把自己这边手艺 能更精致一些 然后能挣得更多一些 你在单位现在算不算合苦干呢 是 底下我土地 土地再土地了 那你还是很厉害的 是不是 升高的问题多高都不是最高 是不是 但我说这个里头 没有任何歧视 因为我也不高 但是你觉得为自己的升高感 觉得有的时候觉得 我自己并不高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自卑的心理 自卑倒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在导致下这方面 我觉得我身高别的都还好 我觉得就是身高这方面 有可能是得有一些原因 但是剩下别的我觉得没啥 这个东西除了身高 这个如果说除外的话 剩下我觉得有些东西 慢慢地接触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会那场 因为人和人见在地面 不可能说 你就聊得再多 就不可能全都了解 有些时候 每个人和每个人经历这些不同 你就男生的身高 真的是很介意吗 对呀 为什么要那么介意 毕竟我一米六五六六 就是穿着鞋的话 得一米六八左右 而且我穿的 还不是特别高的 如果我真找个相亲对象 就是太矮的话 我觉得不太舒服 杨阳身高一米六六 薛剑身高一米六二 杨阳想找的是身高一米八的对象 小伙子和这个标准相差18厘米 虽然小伙子比较自信 但是这相亲的第一个门槛 他能卖过去吗 你现在攒多少钱 那些财礼钱的 我挣的钱 包括在外面 我把钱都交到家里了 都给我花 几乎不花 就正常你就会留个 一千或者一千多 一千多钱 不自己花就完事了 剩的钱就都给我花了 都给你花了 就是留着结婚用的呗 对 你心里逾期的时候 要让娶媳妇 这个彩礼钱 你准备给多少啊 这个我还真没太考虑过 这个还是也得看人家要多少 正常一个农村男生结婚 现在彩礼得在多少钱 10万 20万 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要彩礼也算是一个保障 毕竟人家女孩的父母 给姑娘养这么大的 女婚结婚了之后 啥都没有我这情况下 你钱也没有 然后就嫁给你了 一点收留 连钱都没有 我觉得 如果说啥事 反正我就是 混个久都去想 我觉得也不算没长 也很正常 那你就不能什么 不能那个厉害点说 我挣的很多 不需要财力 我也让你过得很好 那不能这样 也可以啊 那你现在你看 刚才说十八十万都行 但是你不问 你不说平均率是多少 我说是 你平均多少 你不是说了吗 女方看要多少吗 你就看要给多少吗 对那再行呗 那他要二十万 那我心里就落好了 心里一百年不花 行 给两万 想捡一个媳妇是不是 那你还能负得那么高 这小伙子还真不是盲目自信 他的努力和上进 果然获得了姑娘的好感 但是这俩人的乡亲 还有第二个门槛 那就是学历和工作 这道门槛 小伙子还有跨过去的自信吗 我就很知道就是 你们每天的工作 你都在什么 我们工作挺发味的其实 天天就坐在电脑跟前 然后制作 那需要采访的那种地方 可以感觉需要吗 我们有专人采访的 有专人自作的 就是什么的 什么岛面都有 学校有初线去采访 然后回来你们 把那个一些 就是恰到虚伪 玩一些剪辑上的 然后就喝什么了 然后就可以了 对 其实我认为 这就是适合不适合 不是说这他的工作和这身高 就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多共同影言 我是认为两个职业不同 可能 对 两个之间的这个 也没有什么交集 就是觉得 还是说很多时候 就是应该没有什么可聊的 你介意学历还有家庭环境比你差的男孩呢 介意 为什么介意这些事 我因为涉及到结婚的话 就是涉及到下一代 然后我想要下一代的生活条件质量 就是更好些 你这还没什么 直接都考虑到下一代 必须要想的多一节嘛 文化水平并不一定高 家庭也并不一定出身那么好 比如说像你眼前这个小伙 那个真的就是一道障碍吗 也不是完全就是 是一定的一个事 就是还是看那个小属 文化底蕴的各方面都差不多的 是不是 那你同意他这观点吗 这个东西杀死我 没人没人想好 你生活的习惯说有可能改 性格也很有可能改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言而易 但是你觉得一个人文化水平 家庭环境都比你高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给你有压力 这种压力 有没有会有没有压力 就觉得我跟他 我一想我就不合适 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可能 那如果这个女生 就是你喜欢的 有事见证还是放弃 我可能会觉得坚持 还是具体 你还得是根据情况 所以最起码来说 就是觉得值不值得的 如果说值得的话 你可以复苏 而如果说 你也知道是没有结果的事 我觉得复苏也没有 我觉得他不应该能想着我 为什么 直觉吧 你的直觉就包括哪一方面 家里的环境 还是咱们的升高 还是文化程度 对 差不多 毕竟了解的时间很短 就是通过对话 然后没有态度那什么 觉得不太合适的 哎呀 你说这闹心 今儿一开始录我就开始担心 怕啥来啥 到底 我本来我抱挺大希望 我心他俩差不多了 咔嚓来奔水给我浇灭 我说心可凉了你说 你不一直挺硬实的吗 这怎么突然变脆弱了呢 那啥事不就是怕希望大吗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吗 这我就没想到 你这身高这玩意 还真成硬上了 你说你没看明白呀 嗯 开始的时候 这个身高的确是问题 但是 通过两个人的接触 两个人的聊天 身高就不是问题了 杨阳自己也说了嘛 说小伙挺上劲的 也挺能挣钱的 这个拉倒 跳好听话 说谁不谁不会说 这么好那么好 怎么能不能付呢 说来说去 后边有个但是 但是个儿有点小 你不就差这个 你们女的一个个不拳那样 就瞅脸 你瞧我的肤浅你 你不要把话说的这么绝啊 生活当中 小个子男人找个大个子的媳妇 是不是比比皆是 咱远的不说 潘长江 他媳妇多高 你心里有数吗 王祖兰 我估计跟他媳妇要亲一口的话 是不是姐姐的地上砖头啊 那我一样过得挺好吗 比比 你再给我说说第啥个例子 我听见 那个 第啥个 比比皆是 是不是比比皆是吗 两米了吗 就非得 就非得在乎这个 有啥用啊 嗯 你不就是差身高吗 是不是就差身高 我觉得 好像也不完全是 咋的呢 我觉得他俩应该是缺少共同语言 这么点 他俩捞不到一块去呢 咱们再给安排一个 看看 接下来这个 捞得怎么样 一个宁圈无奈 很多男生都被他拒之门外 还是说说话上 就是 表达意思上 就是 比较 直 一个相亲无数 很多女孩都无法走进心里 很复杂 可能 有点温柔 有点厚厚 然后 有点等一 有点二 两个对爱较真儿的人 他们离爱情到底还有多远 相里相亲 爱情有距离 继续播出 身高是不是首先满足你的条件了是吧 一米七几 一米七四 你就不能替哥说一块我一米七五 你能不能多说一厘米 当厘米之后一米七五 拔出一厘米的 真拔出一厘米 原来你还当过兵呢 当过兵 在哪当过兵呢 大连 大连啥兵种 防空兵 防空兵 这个很好啊 在陆地还是在舰上呢 在陆地 在陆地啊 然后后来 考的公园 还是回来分配这公园 考的公园 相亲男嘉宾董立宇 1990年出生 31岁 175厘米 来自陶南 未婚 大学本科学历 公务园 一县热血巨头 然后 体验过军律生涯之后 然后就退伍回来 退伍回来之后 15年3月份 考公园没考上 然后紧接着4月份 考了试业编 上了一年 试业编之后 就是审考开始了 就是公园审考 然后当时想 就是反正都是 已经是试业编了吗 然后一不小心 就是这个 最低分考回来 最低分 反映录取 就是运气好 对不对 当时考了124 就是在录取的人里边 我分是最低的 就是一路走来感觉挺顺的 厕折经历的比较少 但是这都挺顺的 那为啥就没谈过恋爱呢 谈了 谈了不是很顺 人就是这样 就是什么 老天爷很公平的 波德拉米 所有都那么顺利 是吧 那说说谈恋爱 那个经历 不提了 简单的提一下 谈过两次 然后 无记而终 不是无记而终 就是 还是没走到一起 你觉得原因在哪 从董立宇突然犹豫的态度来看 显然对过去的恋爱经历 不愿意再提起 然而 这个优秀的小伙子 为什么不愿意说出分手的原因 而之后 他说出的分手原因 真的是他说的那样吗 当兵的人我很喜欢 我觉得在性格上 我就很喜欢 比如说直 直白 身边有点朋友是当兵的 但是 都是依然而易的性格 不能说 有一个当兵的朋友 就是觉得性格是什么样的 然后 所有的进度上当兵的人 都是什么样的 这个没法笼统地去解释他 那你觉得你值吗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值 那到生活当中呢 生活当中也很值 比如说可能有的女孩 可能会喜欢婉转一点的 当然可能是有直男的想法 可能有的女孩也会比较喜欢直一点 就是比如说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之后 本来就是男生可能会更倾向于这样 有问题简明额要一二三 如果你就一直在兜兜转转 可能女生会觉得你好不难忍呢 还是说说话上 就是表达意思上 就是比较直 嗯 就比较直接干脆 不会不会为婉 嗯 那你喜欢这样的男生吗 还可以吧 两个男孩和女孩 就是在 在 恋爱过程中 然后比如女孩说 我想你了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 帮帮帮校内上想了一太难 男孩就出现在这了 那你觉得这个三十指南 是三十指南的一种吗 这种应该不算吧 对 我觉得也不算 我觉得不算吧 这也不算 我觉得直男的话应该就是 比如说就是 两个人都在异地出差或者怎么的 然后女生说我想你了 男生说 想我了也没有办法 因为咱们异地 我觉得这种应该算是直男一些 那我可能还不够是 那还好 你不算直男 个人的角度来说 就是你理想当中的 直男的一个女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能适合跟你在一起的 很复杂 可能有点温柔 也有点活泼 然后有点人意 也有点二 反正就是 我说点它能该到 就是也能闹到一起去 然后有 还是性格像头吧 还是 就还是那个对的人看 从董立宇的人生轨迹来看 他走的每一步似乎都有完美的规划 对于爱情 他同样也有自己苛刻的要求 而杨阳也希望找到一个真正能懂自己的男生 两个人对爱情的渴望似乎有相同之处 可细细平起来 他们对另一半的追求 还是有着不同的要求 今年过完你就三十了 那你老爸老妈不着急啊 我妈妈急疯了 那你相不相不及解决 太多了 其实相亲没怎么相 就是 看照片的时候我就没能力 其实这个二十一世纪之后 男生跟女生单独见面 一般是这个套路是先互相发照片 然后互相加微信 然后感觉还算聊得来 然后才奔信 然后就有一个基础了 还是微信上都能聊得了 现实上可能也能聊得 那你就都无数了 那个就没有一个觉得还行 相处一段时间的 有关两个 那都是介绍的 对 都是介绍的 那这几年相亲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有不喜欢你的 你有不喜欢的 如果你拒绝一个你不喜欢的女生 你咋拒绝 我就跟家里说 或者跟朋友说说博士 没有演员 这句话说太多便了 就没有演员 然后那边也就没动静了 我不知道是 肯定得是先征求顺方意见 然后才能互相给微信 然后都征求我意见的时候 正常来说你想啊 正常当公务员 接触的人群应该很多呀 包括女生呢 我们这圈可能都比较谨慎 比如说我确实看见女生还挺不错 然后说加微信吧 不好意思我孩子两岁了 很有可能 从25到30整个跨度 24到31 有可能24结婚了 有可能31还没有结婚了 这个跨度很大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女生的到底 婚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可想象的 不可想象的 对而且一般可能就是外在上一眼看着很有趣的女生肯定是会被早早拿下了 不尽然吧 咱们前面这女生就挺好 对 除非是那个 我是很着急的 但是你这个套路都懂了 但是面前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你一没管人要手机号 二也没要微信号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呀 有点这个就光说不练的这个价值呢 对这不能在节目里面要吧 为什么不能呢 我们这完美可以呀 这个毕竟还是要照顾这个女孩的脸面 是照顾你脸面还是照顾女孩的脸面呢 照顾这个彼此的这个尴尬气氛 尴尬气氛 你觉得他还帮你要微信你会要会给他吗 我觉得他应该会给吧 就是毕竟出于礼貌也可能会给 大不了就是说给完之后 不和你说话吧 嗯 但是你真实的是什么呢 太多了 但是你刚才真实的要 没表达完的话是要说啥 就是我这个意思 但我一定要听女生亲自说一遍 嗯 就是那个意思 嗯我估计可能走不到一起 没啥 我厚不住嘛 嗯就觉得他不是那边菜 即使是我的那边菜 那也是我厚不住的厚不住的一边菜 有很多的时候即使我让步 他也不会让步的那种 嗯 他会在很多方面我感觉是应该 比较求真理的那种感觉 上来的好不好 如果要是 生活起来或者说是相处就是处对象的话 应该会比较累 哎呀 不得了了之了 你这扯啥呢 其实说白了吧 还是估计新高 人家也不愁嫁 爹妈都说了 不着急 嫁不出去 还能在身边多待几年 是 不着急 还多待几年 一呆一眨眉眼就30 我看到说谁要 那多快啊 还还新高啊 找差一半就行吧 尤其你咱说相亲 相亲你第一眼相看 你看啥 是不是就看条件 对 你想我条件咋去啊 不错 一表人才 嗯 家条件也可以 工作稳定公务员 这小伙自己都说 那找他的丫头 连给介绍对象啥 有的是乌鱼卫生都没干 瞅着这丫头脚不错 有点相助 那就先试试办 哈 这一个不行了不行更好啊 哎呀 其实我说吧 就是现代人呢 都有个通病 就都讲到自己 可好了呢 是 都做了感觉良好 然后总觉得自己还能找到更好的 然后就这个不行 然后再试试下一个 下一个不行 再试下一个 就一个一个的结果呢 结果结果还有结果吗 结果 结果到现在是不是都没人要了 啊 说是哎呦我总能碰了又更好的 结果碰一个不如一个碰一个不如一个 那才老太太过年呢 一年不如一年 是不是 最后现在常会回心了 所以说嘛 这爱情呢不能随随便便的将就哈 但是呢也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 一定要心态平和哈 嗯 时光一